小朋友们乖乖排队 等待领取文具玩具 还有糖果饼干 生长谢谢 新康人的启用 让小朋友好期待 新竹市0到14岁的人口比例 是全国最高 可是出生人数却是逐年递减 为了提高生日率 市府积极争取津贴补助 只要是今年1月1号 以后出生的新生儿 父母其中一方 涉及在新竹市满一年 就可以到护震事务所 请领生育津贴 每胎补助额度 已经提高到3万元 市府推动0到6岁市抚养政策 不只提高津贴额度 还有启动动栏补助 放宽好运专车搭乘条件 开办夜间及假日 临时托育等方案 将育额津贴提高到3万 其实对我们新手爸妈来讲 大大的运游感 会可以拿来用在尿布 奶粉 吃食品那些 日常用品 因为消耗量比较大 补助截至今年2月底 已经有332位爸爸妈妈受惠 政策的推动不止今天 从备孕到产后到育儿 全方位顾及 期盼打造市民 甘生乐养的幸福城市 TVBS新闻栏 新竹采文报道